先再錄一遍喔 看這邊喔 好 這個題目剛才我講快一點喔 只要考到這種題目 考這種所謂的幾位數幾位數的話呢 我都建議你喔 畫表格 重畫一次 我們畫表格 好 我們分別把它的千位 百位 還有十位跟個位把它寫上去 這是千百十個 好 然後題目說這四個數字都要不一樣對不對 然後千位數不會是0 然後此四位數是0的倍數 然後且四位數最大數字是5 最大數字是5 所以注意聽喔 剛才講到第二次我們有一個限級是 他說最大數字是5 所以這樣5一定要出現 這樣回來喔 那我們看一下喔 如果各位數有講過了嘛 因為他是5的倍數 所以剛才講法裡面還是一樣喔 先決定他是0跟5 沒有問題 會啦喔 那有0的話呢 請問你5在哪裡 是有可能是千位 百位 或者是十位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要先寫3 注意聽 我這個先寫3的原因是因為 要先把5擺進去裡面 所以5有可能在千位 可能在百位 有可能在十位 所以有三種可能 所以再寫3 對不對 好 擺完以後就變簡單了 為什麼 你擺其中一個 那另外兩個呢 就隨便你擺 擺數字進去就可以了 那就是不能有0跟5就好了 只要不要有0跟5就好 雖小勝誰可以用 1 2 3 4 雖小勝4種 對不對 那數完以後呢 剩3種 這樣會啦齁 總共幾種 總共 9 4 36 OK 好 那第二個呢 這個情形法變得比較簡單 為什麼變得比較簡單 因為已經有5了 所以5呢 不用再出現這個地方 好 那在千位數呢 因為他不可以是0 所以他有幾種 他有4種 1 2 3 4 對不對 好 再來呢 他有幾種 3種 2種 確定是這個嗎 應該也是4種吧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是1 2 3 還有呢 0 所以他有4種 最後呢才是3種 所以答案是4乘4乘3 所以應該是48種 所以答案是3 6加48 應該是84才對喔 應該是84才對喔 那我們剛剛算錯了 對 剛才另外我們少數的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他有規定 他有規定1要出現 他有規定要出現 他有規定要出現 對 就剛才講到這邊啊 我說 因為他講說這個 此4大位 此4位數中最大數字 所以5一定要出現 那我們剛才算法裡面呢 是可以標有5的 所以那個概念算法裡面是 缺這件東西 好 爬塊一下